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起去看看建于山顶之上的庄寨 继续探究永泰庄寨的选址与建造之谜 永泰庄寨究竟是如何能够做到历经百余年而无恙 成为中华传统民居当中的一个传奇呢 永泰县位居敏中 地处敏江支流大正西中上游 带云山脉的高山深建中 整个县域呈长廊形峡谷地貌 地势高峻群山林里 据文物普查发现 数千年前 永泰境内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踪迹 永泰先民在高山地带与山间盆地繁衍生息 山高水险交通不畅的地理环境 造就了一个个与世隔绝的生存空间 大正西从西向东 它从永泰的中部给它切割了海口 形成了长廊式的一些古地 古地它主要有三部分形成 一个就是狭仔的那种丘陵 还有就是山间的一些盆地 还有就是河流接地 另外它的枝锡有数十条 这些数十条形成的地貌特征 就是很狭窄的峡谷 还有就是成斗状或者串珠状的山间的小盆地 这些的地貌特征导致就是说 交通是非常闭塞 非常不方便 这就是古石倒水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 古石宁中山区交通闭塞 土匪活动频繁 而严寒一带 又屡遭窝寇侵扰 和海盗截律 因此 永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民居建筑形态 庄寨 作为一种居住防御病重的民居建筑 永泰庄寨为了防匪自保 十分重的民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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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顶之上修建庄寨 不仅会增大修建难度 增加营造成本 而且四周缺少遮挡 位置相对孤立 也不符合 民地民居 靠山 向阳 面水的选址原则 如此与众不同的选址背后 建造者要如何考量建筑 与自然环境 有机融合呢 为了进一步考察 永泰庄寨的选址 与建造之谜 考察组来到了 丹云乡合城寨 这座规模宏大 布局独特的庄寨 是永泰庄寨的 典型代表之一 合城寨建造于山包上 周边山高淋漓 翠竹成海 四季云雾缭绕 故而有翠云的美名 永泰庄寨的名字 非常有趣 常常都有两个或者三个 正如我们后面的 合城寨 合城寨的名字 是庄寨的主人 林合城的名字而来 那么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庄寨所处的 翠云村的名字而取的 叫翠云寨 这样的情况 在永泰庄寨里 非常普遍 队员发现 合城寨的规模 与此前考察的 绍安庄相比 大了许多 整个庄园 坐落于山包的平地上 寨墙的四角 各有一个碉楼 同时 每隔几米 就有一个 陡形窗 和射击孔 庄寨规模 红大 且威武 合城寨的主人 林合城 他的父亲 在刚刚建寨时 就一年早逝 十三岁的林合城 接过仲贷 担负起了 当家 置业 建债等大人 那么经过 四十多年的 艰苦奋斗了 建成了这座 远近文明的庄寨 而他本人 也成为永泰 屈指可数的 造林和重粮的大户 合城寨始建于 1853年 占地三千多平方米 队员见到 合城寨设有 四个议室厅堂 中央正厅堂 高条红大 地面 以三合土 和十多块 巨大的条板 青石铺就 两根顶梁大柱 高十米左右 整座建筑 极具空间感 和层次感 考察过程中 合城寨里的 烽火山墙 引起了 队员们的注意 这种用来阻隔 木制房屋之间 火源的 夯土硬墙 墙身上 竟然挂满了 如榆林般的瓦片 我们看到了 在合城寨的 这个烽火山墙上 挂满了瓦片 当地人 称为 榆林挂瓦 这些瓦片的中间 有一个孔 那么固定挂瓦的是竹钉 我们此前 在明北考察时 就了解到 当地的 营造记忆中 就有制造竹钉的传统 但明北的地区 仅仅是将竹钉 用于传统的 木构建筑上 而这里 是将竹钉 用来将瓦片 固定在土坯墙上 永泰将人 在竹钉露头处 用白色蚝灰 封成了一个 菱形状 这样做了 可以避免竹钉 接触空气 延长其 使用连线 专家告诉队员 永泰庄寨的 居住区域 那都为木构建筑 容易就地取材 营造时间短 但木构建筑 保存不易 常常是五年一小修 十年一大修 鱼鳞挂瓦的设计 不仅能够保护土坯墙墙体 同时还起到了 庄园木构建筑的 防火 防潮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了解 河城寨的防御功能 队员跟随着巷道 进入了河城寨的 跑马道 整条 整条跑马道周长 二百多米 宽约1.1米 地面用三河土夯实 非常结实坚固 这条跑马道 就是河城寨的跑马道 是成一个正方形 每一条60米左右 那么每隔六米 就有一个撩望窗 这个就是一个撩望窗 那边上呢 还有一个热机用的枪眼 这个撩望窗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 外沿窄 内沿宽 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可以方便里面的人呢 充分地观察外面的情况 同时呢 自己也比较安全 队员发现 跑马道的一侧 便是庄园的木墙壁 每一面跑马道 只有一个进出口 这个跑马道设计 既可以由匪禽石 迅速集结族人 对防卫薄弱环节 予以快速支援 同时 它将整个庄园和寨墙 连接起来 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跑马道呢 是永泰庄载防御的大动漫 庄载主人的设计呢 都各不相同 合成载呢 因为地势比较平坦 那么用三合土建的 跑马道 东阳乡的造安庄 因为地主坡地 用木楼梯建的 跑马道 同样的爱金庄呢 是用木楼梯 和三合土混合 无论怎样的一个考量 都是为了 因地制宜的防御 专家告诉队员 跑马道 是庄寨防御的生命线 如有匪情 庄内的壮汉全力以赴 奔跑于这条生命线上 守护家园 土制跑马道 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避免了脚步和跑步声 向匪寇透露寨内的情况 达到出其不意的打击效果 跑马道的尽头 就是碉楼 合成寨内 共有四个碉楼 碉楼的面积不大 长宽约2.5米 墙面均为土坯墙 四角的碉楼 可以让庄寨的防御 没有四角 那么我这个点位 非常重要 因为它可以眼观四方 我的左边和右边 可以看到 合成在两侧的外墙 以及另外两个碉楼的 下面的情况 那么我弯一弯腰 可以看到 合成在外围的环境情况 考察中 队员发现一座 已经残破的碉楼 坍塌破损的墙体 暴露出墙角处的内部机理 透过碉楼的残墙截面 可以看到庄寨的安全防御能力 与墙的厚度 有着很大的关系 此外 庄寨主人用石块作为地基 内墙为土坯墙 墙体中不留空隙 也确保了外墙的坚固性 同时用整理过的大块石头 作为基石 也能起到雨天隔离外部潮湿 稳固地基的作用 合成寨选址于山包之上 四周没有遮挡 这会给庄寨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队员发现 由于合成寨所处的山包面积较大 所以合成寨的设计 没有受到山包形状的影响 庄寨后院有数十棵百年古树 宛如庄寨的守护神 了解得知 这些古树并非山上原有 而是庄寨主人所持 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专家告诉队员 永泰先民利用永泰山地的特殊空间 兴建庄寨 庄寨选址过程中 特别强调与自然融合 防御居住 同仇协调 村民告诉我们了 合成寨的主人当选址决定在山包之上时了 他就有考虑到周边了高处没有依靠 那么不符合永泰先民后有靠的选址理念 故而他就专门种植了这一片体型高大的柳山等桥木作为靠树 而茂密的植被不仅美化了环境更涵养了水源 对于山包上的庄寨尤为重要 古时候永泰先民求生存 求发展 庄宅在悬址时就充分考虑到抵御盗匪入侵的应对措施 许多庄宅悬悬置于高处的台地上 特别是一手南宫之地 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保卫家园 一旦遇袭 庄内族人就会关闭寨门 土匪须攀登陡坡 消耗大量体力才能靠近庄寨 而庄内族人便能够以意代劳 打击匪控 考察过程当中 队员发现虽然永泰庄宅众多 但却并不是平均分布于永泰各处 而是集中在某些区域 这又是为何呢 甚至有些庄宅极为偏僻 那么这样的庄宅有哪些防御措施自保呢 永泰的这个地方很大的特点就是绝大多都是由火山岩为主 西南部的话它形成的第四来就是很陡峻 千米以上的火山岩封层绵绵绵不绝 然后一些断面面啊 峡谷啊瀑布啊 非法域不适合人居住 相反来就是东北部这一片的话 就形成一些山间那些就是丘陵和山间盆地 这些盆地相对比较平缓 然后适合就是说耕座和居住 庄再来基本都分布在这一片 队员跟随着向导 来到距离县城近两个小时路程的盖阳乡 盖阳乡中峰村所处的位置 是长廊市县域的尽头属偏僻之地 蝶翠柳金的银杏和古朴的高山村路 绘制成了一幅浪漫的香蕴画卷 队员眼前的珠峰寨 又呈清茶寨 始建于清中旗 位于盖阳乡珠峰村赤高点 地处里于嘴行山上 从高空鸟看 整个寨子顺山势布局 宛如一条行驶中的帆船 那我们在这里呢 看得就很清楚 整个珠峰寨来建于山包之上 那么它沿着山包的形状而建 向导介绍 珠峰寨占地面积 约七千平方米 高峰期曾有三百多人居住于此 是当时永泰县三大寨之一 我们从这个珠峰寨的大门上面的流痕来看呢 应该是一个双门的设计 这里呢应该还有一扇门 那么在双门之间呢 我们首先看到这里有一个放门栓的位置 确保的是前门的一个牢固 那么在这里呢还有两条石缝 应该上面还有一些明显的注水口 可以倒热水下来 防止火攻和御敌 那么在前门上面呢 包着厚厚的铁皮 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应该在永泰庄寨还是比较少见的 由此可见呢 庄寨主人对防御的重视 村民告诉我们呢 历史上珠峰寨了 数次受到匪寇的洗扰 那么上面的弹痕呢 依然历历在目 这里是珠恩寨的最高点 是一个炮台 在这个位置 原来换着一门土炮 在这个位置换着另一门土炮 也对准着净寨口 村民告诉队员 像这样的装寨 珠峰村还有一座下寨 规模相当 如此庞大的装寨 当年营造的背景如何 与皇室父子三庄寨 临合城父子建造的 合城寨相同吗 这是一份清乾隆年间的 合约文书 记录下了珠峰村18位族人 合资兴建珠峰村下寨 这是一份古时 集资建房的合约 这与永泰庄寨父子传承 有所不同 合约中规定 入谷者可以在庄寨内建房 未入谷者在匪寇来袭时 可以在庄寨内避祸 如庄寨废弃的时候 土地产权归属全村 由于珠峰村 地处县域的边缘地带 古时交通闭塞 面对匪患 村民集资建庄寨自救 并极力确保 庄寨内的物资自给自足 由于受到山包的形状影响 建于山顶的庄寨 常常移山形的物资 而建 庄寨整体形状各有千秋 专家提示考察组 可以去竹头寨探访一番 位于白云乡的竹头寨 始建于1884年 地处山巒与梯田环抱之中 从高处俯瞰 整个山包自隆中隆起 形入竹头 寨见其上 故而得名竹头寨 在竹头寨的夏寨 大明寄来第一个平坤这边 有两个竹子 在柱子旁边都雕刻有竹根 那这个竹根的话 就是代表我们竹头寨的一种特色跟标志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 竹头寨是先建了上寨 那么随着中族的发展 很多族人就到上寨外面来居住 为了安全起见 就建了这座冲楼 所谓冲是古时的枪械 冲楼的特点就是面积比较小 它没有居住功能 有防御功能 那么随着宗族的寨发展 就建了下面的夏寨 像这样跟随着宗族的繁衍 营造庄寨呢 这是永泰庄寨 营造历史的一个特点 进入大厅 队员见到竹头寨的木雕记忆精湛 题材广泛 刻露精美 堪称翘楚 永泰非常多的专载 都是用我们永泰本地的工匠来盖的 那北云这边工匠呢 木雕最有特色 它在雕刻的过程中 我们等于工匠 雕刻出来的木雕 形象非常逼真 而且非常精细 也非常完整 这时前庭天井地柱上的数十幅银帘 吸引了队员的注意 这些云联呢 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逢年过节贴上去的 它是刻在木柱之上 这意味着呢 房屋主人在建房的时候 就决定了云联的内容 竹头寨的云联文化 是永泰所谓由专载文化中 最具有特色的一种文化 用铜油 用马布 成一定厚度以后 又用复发家写的字 音刻进去 那到一百多年了 它呢 保存还非常完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在永泰装载的银联 永泰先民对教育十分重视 几乎每个装寨都有公子弟读书的书院和书斋 这几间皇子就是给猪头寨的人 跟周边的孩子恋夫的地方 勤俭尊前哲训 耕读少旧家风 这是永泰装寨耕读文化的极佳助教 而永泰装寨这种居住与防御病重的独特建筑形式 繁衍了深厚的宗族文化和强大的家族凝聚力 与村民交谈中得知 永泰先民自古注重宗亲文化 近年来许多人都搬离了庄寨 但宗族血脉的观念依然维系着庄寨与人们之间的关系 在人生重要的时刻 许多人依然会回到庄寨举办酒宴 高位祖先 雄居深山 人为石 撩开面纱 精神中 高山深渐渐 历经数百年风霜雨雪的永泰装寨 如同一本厚重的史书 记录着人对自然的依赖与利用 在这片美里花朵 灼灼盛放的土地上 永泰先民那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将会一代代地传承相续 就地取材 依山而建的庄寨 在深山之中默默诉说着 永泰先民的生存智慧 身处于山鹤之间的永泰先民 在陡坡山腰之上 高山之巅 用双手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家园 收获着宗族血亲的一方平安 一区区激荡天地的高山流水 一份份厚重辉煌的历史文书 一座座古运游存的庄展 高墙带瓦与美里花儿交相辉影 散发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气息 永泰人血液里流淌着 祖先传承下来的开创精神 即使面对不利的自然条件 依然能够充分利用身边的一草一木 适应和改变周围的环境 唱向生命的赞歌 古老建筑和特色民俗 凝聚着历代先民的智慧和巧思 成为永泰这封水土的无价之宝 也值得我们去不断探寻和永远珍藏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